好,我们谈谈第二个板块 看到就是拜登政府决定放弃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 其实疫苗相关股份昨天就急跌 例如刚才说到体育用品股就急升 昨天疫苗相关股份就急跌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不少观众朋友都有问这些疫苗相关股份 你觉得如果持货的,昨天没有被震走 整体上应该如何部署? 如果你说昨天没有被震走 今天也可能有超跌后的反弹 因为昨天真的太急 例如一些疫苗股 就是复兴医药这些最明显 近期升得很夸张 昨天一插插的成几两成 所以今天就不排除有些技术的反弹 如果你说真的没有被震走 那我觉得可能借着今天的反弹 看看弹多多少 如果你说特别是低位已经有货的朋友 可以不妨考虑先吃住户 或者稍微减一减磅才可以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自己 虽然对整个药的板块看法不差 但是如果疫苗股 其实就真的比较少去推介 我觉得疫苗股是难玩的 或者这么说 一来其实有时候当然升得很厉害 但是有时候就会一跌 那一刻都比较明显 譬如好像昨天一样 一个所谓的美国 都要开放一个专利消息 无论什么的疫苗股都是跌的 我想这个都会因为害怕 如果真的这样走的话 其实会加剧了整个产业竞争 以及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 就是譬如供应更加短缺的情况 因为越来越多药药 其实真的要参与去做 可能取得原材料更加抢手 其实对他们的成本压力都会更加大 这些是比较偏不利的地方 甚至乎之前来计计 譬如空喜乐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也是疫苗相关股 他也是试过一两天的急插 因为当时他做的那种疫苗方法 是跟外国一些疫苗公司相似 但是那些疫苗公司 打完之后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些血栓的问题 其实都是会有这些 令到他下跌 也能发现到一点 就是疫苗股很波动性大 所以我觉得选择得来 不是不可以 但我自己不是太建议 就算真的要选择 我想从转马上控制 比较少一些 比较合适 比较少一些